人类国王带着百万大军浩浩荡荡的杀向摩尔森林 马林菲森独自现身 挡在了前面 面对不是警告的人类大军 马林菲森一声令响 巨大的树筋破土而出 森林大军清穴而出 大战一触即发 马林菲森来到高空 俯视人群 一个俯冲下降 利用强大的翅膀 一路披荆斩棘 在强大的马林菲森面前 这些妄想侵略森林的士兵 无疑在遗乱击石 他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他们打趴下 凶猛的树人士兵 正是以一抵败 一开场便将人类士兵 打得溃不成军 马林菲森明白 擒贼先擒王的道路 飞在半空寻找国王的身影 锁定好目标之后 一个急速袭来 便将年迈的老国王拉下战马 就在马林菲森准备解决老国王之时 国王贴手套在接触女人时 瞬间将他击飞数十米远 原来是铁质的手套烫伤了马林菲森 铁会烫伤精灵 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知道 随着老国王的受伤 人类大军开始撤退 纷纷跑回人类王国 摩尔森林暂时迎来首战胜利 然而马林菲森并没有表现得有多高兴 反而一脸的忧心忡忡 到了晚上 一个男人出现在摩尔森林 他就是马林菲森二时的玩伴斯特分 他告诉马林菲森人类国王打算杀了他 马林菲森再次选择心软 相信了眼前这个男人 他们依偎在一起聊了很多事情 期间男人将带来的水地给马林菲森 他没有多想便喝了下去 殊不知此举将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火 没过一会他便沉沉地睡去 男人对准熟睡的马林菲森举起了尖刀 到了清晨 从清田的睡梦中醒过来的马林菲森 感受到从背上传来的刺痛 深知被心爱男人背叛的他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而渣男则拿着他的翅膀 献给老国王 换取了皇位 迎娶了公主 从此走上了人生巅峰 而属于马林菲森的复仇之路 正是拉开了维密